俗话说得好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其实老公就是老婆的另一半 对于老婆的妈妈岳母来说 她就是岳母的儿子 特别是像现在独生子女和单亲家庭的越来越多 对于女婿 有的老人对她期望越来越高 有的老人甚至还希望自己以后的养老 就依靠自己的女婿了 然而并非妻子和岳母的期望越高 或者甚至有的把全部或大部分期望 都寄托在女婿身上的事实 就一定会跟期望一样 现实生活中 很多女婿在婚前 举会表现得孝顺懂事体贴的女婿 到了婚后却大不一样甚至判若两人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不管是婆婆和儿媳 还是女婿和岳母 生活久了 接触多了 很多时候两个人会发生一些矛盾 像女婿和岳父母之间的矛盾 往往会跟岳父岳母的养老 或者家庭经济的关系密切相关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身处中间层的女儿 就要懂得正确去化解女婿和岳父岳母之间的矛盾 千万不要浑浑噩噩 随波逐流 当女婿和岳父岳母之间的矛盾 变得不可调和的时候 往往会导致一家人的生活不幸福 甚至还可能影响到婚姻的幸福和稳定 李秀兰阿姨这辈子过得辛苦 35岁那年 她的老公就因病撒手人寰 留下她和女儿张芳芳和她相依为命 为了女儿 李秀兰选择了不再再婚 一个人撑起了家 不过 女儿张芳芳也没有很上进 念完直高就进了工厂打工了 几年下来 母女俩日子过得相当普通 好的是 李秀兰的老公在江城市有一套房子 母女俩至少还有一处可以居住的地方 都说家就是温暖的港湾 不过 当一个家庭少了男人的时候 这样的家 也是缺少温度的 为此 李阿姨希望自己的女儿张芳芳 能够找到一个如意郎君 过上属于她的幸福生活 这样 她这辈子的辛苦也值得了 张芳芳在工厂上班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和张芳芳上班的厂家 有业务往来 那时候张芳芳在这个工厂负责销售部门的工作 一来二往 她就和这个叫做宋大明的男人认识了 宋大明在江北市开了一家店面 常常到张芳芳的厂里拉货 宋大明长得人高马大的 而且貌相也不错 不过 那时候的张芳芳正是豆蔻初开的年华 两人认识之后 聊天的次数多了 宋大明就请张芳芳出来吃饭喝酒 慢慢地 他们就好上了 两人恋爱两年后 张芳芳就辞了职 跟着宋大明来到了江北市 帮忙宋大明打理店铺的生意 22岁那年 他就和宋大明结婚了 一年后 他就给宋大明生了个漂亮的男子 看孩子长得虎头虎脑的 他们就给孩子取个小名叫虎虎 宋大明虽然家在江北 有着自己的人脉和资源 但无奈受到疫情等影响 他的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靠着银行借贷 成了一年多 最后 他实在撑不住了 就卖了房子 还了贷款 跟着妻子张芳芳回到了江城市 他想在江城市这个新的环境 找个新的方向重新出发 宋大明和妻儿先住在丈母娘家 然后 他白天出去考察 晚上回来睡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 他决定开一家面馆 因为他以前学过厨艺 现在手艺还不错 最关键的是 现在做什么生意都很难 除了吃的方面还可以 因为开面馆即使遇到疫情 少有人进店吃饭 但是通过送餐等方式 依然能够得到不少的订单 这样他们就可以白手起家 实现自己东山再起的发财目标了 李阿姨看到女婿和女儿新创业 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毕竟 她就一个女儿 女儿的幸福就是自己的幸福 她对女婿宋大明说 孩子啊 你们好好创业 我替你们带孩子 这个房子 给你们住 每个月的菜钱 也由我来买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等我老了 你们给我养老 这样我才心安啊 宋大明当然知道 李阿姨只有一个女儿 她走了以后 这个财产其实就是她的 不过她还是很高兴 毕竟自己在江城市创业 有房子住 还有岳母给自己贴钱带娃 这样的好事 可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 于是她点点头 笑着说 妈 您是方方的妈妈 当然也是我的妈了 给您养老 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听到女婿这样回答 李阿姨这才放了心 就这样 李阿姨的女婿宋大明 带着妻子孩子 住在岳母的家 她的孩子糊糊给外婆带 外婆每个月 还贴给他们两千买菜 因为李阿姨当年 也是剩了一点钱的 因此 每个月两千元 她还是付得起的 有了岳母坐靠山 宋大明夫妻开始找店面 装修 又开始为了自己的美好 明天折腾了 投入几万元的装修费后 送送面馆开业了 开业那天 岳母约了好几个广场舞大妈 去捧场 气氛很热闹 只是 因为遇到疫情 当天的生意 没有几单 不过 送大明夫妻不急 他们知道开店容易 手电难 为了生活 为了美好的未来 他们决定 好好地把这个面馆开下去 毕竟 这是他们以后的事业方向啊 因为遇到疫情 宋大明的面馆生意不好 每天进店吃面条的人 寥寥无几 即使是送餐 因为周边也都有面馆 所以一些老顾客 都选择了原先的面馆下单 这样一来 面馆的生意更难做了 看着每天寥寥无几的顾客 宋大明和张芳芳心情真的是郁闷到了极点 这样下去 他们可每个月都要贴钱了 因为生意不好 夫妻俩心情郁闷 每次回家 也没有什么好脸色 作为岳母 看到女婿这么不开心 自然会去安慰的 可是 宋大明觉得岳母的话太啰嗦 就不高兴地摇头 让李阿姨少管 而女儿也觉得自己的母亲啰哩啰嗦 就对母亲发脾气 让她不要再像老太婆一样叙叙叨叨了 看到女儿女婿都对自己的发火 李阿姨叹了一口气 没有说话 就去厨房给他们做饭去了 因为面馆生意难做 宋大明夫妻两人心情很不好 这天傍晚 见没什么人 夫妻俩就关了店门回家 可是一到家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糊糊的哭声 夫妻俩推开门一看 发现李阿姨正用一块布 给孩子擦血迹呢 看到孩子受伤了 李大明夫妻吓了一跳 他们赶紧冲到孩子面前 查看情况 这时候 李阿姨不好意思地说道 大明 芳芳啊 刚才我给孩子削苹果 孩子把手伸过来 我不小心碰到了孩子的手臂 把他的手弄伤了 幸好没什么事 张芳芳对母亲喊道 妈 你这么这么不小心 万一孩子受了重伤 我可不想活了 李大明看到李阿姨手里的布 就一把扯了过来 妈 这是什么布 是妈布吗 万一孩子伤口感染了怎么办 你这老太婆 怎么这么不清楚 说完 她就随手甩了李阿姨一巴掌 也许 宋大明这一巴掌是无意的 但却结结实实地 甩在了李阿姨的脸上 李阿姨愣住了 宋大明愣住了 张芳芳也愣住了 李阿姨捂着脸 半天没有说话 张芳芳上来想查看一下母亲的脸 却被李阿姨甩开了 看着女婿和女儿 再看看吓呆了的小外孙糊糊 李阿姨的眼泪不禁巴搭巴搭掉下来 她指着自己的女婿 颤颤巍巍地骂道 你们这两个没良心的 我难道欠了你们了吗 我给你们房子住 还贴钱给你们买菜 今天 我只是不小心弄伤了孩子的手臂 而且她手臂只是轻微地 划了一道伤痕而已 你们就这样 没头没脸地责备我 还骂我是老太婆 还甩我一巴掌 有你们这样当晚辈的吗 我不要你们养老了 这房子我准备卖掉 然后我去养老院去 说完 李阿姨就进了房间 关了房门 而宋大明和张芳芳 听到李阿姨这样说 彻底慌了 朋友们 李阿姨供房贴钱带外孙 只求女儿女婿养老 她这样要求高吗 可是 女儿女婿却没有很领情 只觉得这一切都是李阿姨 天经地义该做的事情 直到后面李阿姨 无意弄伤了外孙的手臂 女婿发作了 还甩了岳母一巴掌 你们说 这样的女婿 是不是太没良心了 现在的张芳芳 究竟要怎么处理自己的老公 和自己母亲之间的矛盾呢 我觉得 张芳芳要这样做 才有可能让自己的母亲 原谅自己的老公 首先 让宋大明向自己的母亲 道歉认错 不管是不是有意的 但是宋大明的这一巴掌 却是着实打在了自己母亲的脸上 现在宋大明只有垂目低眉 公公静静地向自己的母亲认错 她才有可能原谅宋大明 毕竟女婿也是自己的半个儿子 当女婿向自己的岳母 道歉认错之后 那么无论岳母多么生气或者是失望 岳母都不会和自己的女婿斤斤计较的 其次 宋大明要写下文字保证 以后要孝顺自己的岳母 当女婿和岳母之间产生矛盾之后 这个时候两个人内心里肯定是不舒服的 岳母在这个时候肯定也有一些生气 这时候如果宋大明能够以文字的形式保证自己以后一定会像孝敬自己母亲一样 孝顺自己的岳母 那么岳母内心里肯定是有一些感动的 但在这个时候岳母的心里也就会原谅自己的女婿 第三 通过公正的形式 保证夫妻俩会给李阿姨养老 而且不会再对老人骂骂咧咧 不然的话 老人有权收回自己的承诺 也许 通过这三种方式 可以让宋大明和自己岳母的关系好起来 而张芳芳就要嘴甜一点 在中间当和适老 确保自己的母亲和自己的老公不会再发生什么矛盾 毕竟 两个人都是自己的亲人啊 朋友们 你们觉得张芳芳这样处理对不对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谢谢大家了